剛才我們看到少林這個牌 轉了走去釜山觀景台 這裡也有一個路牌 他說可以見到白海豚 不知道見不見到 現在很少見到 我們當看不到 嘩 多少木瓜 你看 嘩 多得了 吃了它厲害 新台蜜蜜 現在這些少林不用擔水了 擔泥嗎 不用擔水 擔泥 有抽水風 來到這裡 就走左手邊這條樓梯 就走這些石級 好 沿途都是這些石級 走到吸氣都會 因為少走樓梯 這裡有些火箔 以前這些呢 就是不愛的消防喉 做出來的 現在轉了 現在轉了什麼 轉了第二個質地 不是消防喉 因為消防喉 因為消防喉是紅色的 之前應該這裡 有些山火 焦了這些樹 不知道它也燒到這樣 當時挺高溫 但燒完之後 就變了肥料 又生長茂盛 都是小心一點 總之 你都不想 這麼漂亮的環境 沒有了 好了 說這麼快 已經 上到來了 走上這條樓梯 看到幾個白海豚的雕像 很漂亮 現在看上去 多漂亮 我們看到海豚的景點 這裡也看到 港豬澳大橋 剛才我們就在那裡下船 有客觀桿船 覺得不想說 對 快點在那裡下船 快點在那裡下船 好像去拿人工 那裡拍到人工 港豬澳大橋 外面有座船 經常像蜘蛛一樣 那些 那些是暴蝦船 太遠了 未必看到 我們剛才 一路沿著樓梯 走上來 其實是很短的 這條樓梯 都很曬 所以新水新海 想不到今天 這麼曬 來到這裏 記得上來這裏 打卡 這個風景真不錯 我們左邊 就是港豬澳大橋 這隻鷹 飛到多低 剛才飛過這條路 它是 它衝過來 很近 它 它想衝過來 找點東西吃 我們快要走到 庫山有觀景台的 涼亭 它想衝過來 找點東西吃 我們快要走到 庫山有觀景台的 涼亭 掛著拍照 就好像擦錯腳 因為這裏是一樣的 尺寸 你看上去 就好像平路 上面有望遠鏡 可以觀景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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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才由 沿路走到 這裏 站上去 跟著 穿過這裏 前面 沒有鋪得那麼漂亮的路 就全部沙沙石石 碎石路來的,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一路就是這些碎石路 有人就弄了一些繩子 可以扶著走 安全點 有一點點,又不難走 好像石蓋一樣 有點滑 對,所以有條繩子,都可以的 上去就問題不大,反而會比較害怕 你看它,眨眼都上去 所以其實上去就不太難 因為它都有一級級 好了,到我上去 上來之後 風景更加開揚 在那邊看到剛才那些 那些居屋那邊 哇,這裡拍了一些 爬屋那些景 整個大澳的景 挺漂亮的 這樣看上去 哇,這個景實很棒 大家來大澳的時候 記得來這裡 庫山觀景台 好多久 這裡呢,落斜的了 那就要小心點 因為它都是沙沙石石 好了,我也要小心點 先看看 剛才我們就由觀景台到一路上來 就現在來到這個位 這個位超級漂亮 黑美到震 你看看 哇,放了整個大澳 是啊,這個位真的很漂亮 那些帳卡 應該用這張來做帳卡 應該很漂亮 就這樣拍可能也看不到 親眼來看真的很漂亮 然後落的時候 這些就是沙沙石石 又是做了一條繩 給我們可以扶著落 這個位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 好了,現在下去要小心點 好了,現在下去要小心點 有一點烏鴉 叫的聲音,聽到嗎? 好了,現在到我下去了 好了,我們剛才呢 從那裡 拔著繩一路沿著落 就來到這個位 這個位不錯 因為有樹蔭 剛才上面呢 一直都是 沒有瓦遮頭 今天天氣很好啊 曬得不得了 來,那些人 又來扔垃圾 離譜 這麼像荷蘭豆 你看看這裡 挺有趣 荷蘭豆是怎麼死的 飽死荷蘭豆 是飽死的 飽死荷蘭豆 我也想不到 你真是聰明 哈哈 爛的吧 好了,這裡又要小心點 下去了 這裡 又是看到剛才的景 挺漂亮 見一次讚一次 真的 別開玩笑 現在我先下去了 最好就不要一起下去 因為一個人 可以拉著繩下去 那些繩呢 其實是政府頂還是 是私人頂呢 當然是私人啦 私人 政府正常不建議 走這裡 應該 但是這個風景 真的很好 還有政府也不會 做一些那麼危險 做了樓級的 經過熱身之後 它下去已經快了很多 現在已經快到了 拉著繩子 又不斷下 又不斷下 三個月 在這裡 去那裡 出來了這個位置 很開陽啊 走到尾,我們就看到另一個景點了 你看這個景點,很明顯 下面就有另一個艇 離遠望到的另一個艇 這條路應該不用走回頭路 在這個位置,整個大澳看了 非常之美 剛才我們在釜山觀景台 就一直沿著這些路,回到下面 就不用走回頭路了 不過,就不是石級,就是這些沙石路 所以要小心一點 但是這邊的風景真的很美 你看看大澳的棚屋的景點 多美 好了,現在我們要下去了 這裡比較直一點,你看看 那些人走的時候 先走 我這些高手都是電喉的 我高手是電喉 我高手是電喉 好了,我現在的高手要下去了 看看拍不拍到我自己走 好厲害 再下車 我現在的高手是電喉 每個角度都沒問題 都可以 我下來了 都可以 我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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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來了 我下來了 我剛才下樹自己下來了 很厲害 又開機又下斜路 那邊比較輕便 我才這樣做 終於走到有石級的地方 原來走一條水渠 好了 這裡也要小心點 你別以為這些很安全 因為可能都很滑 好了 有些維修斜坡的樓梯 這些都是水渠 人水渠 這裡一直下 快落到底了 我們現在沿著樓梯下去了 你看附近很多雷煞 為什麼人們要留到雷煞呢 走樓梯都要小心點 不要擦錯腳 因為石級都比較小 然後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原來是很不夠的 下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上真的不夠氣 不夠氣的 上好像不夠氣 我會不會是倒閉 看到跑去就不行 不行 我們不可以不可以 跑去 不可以跑去 可能呢 有些很長氣的 說氣的 可能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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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有很多 怎樣還要這樣 這個 你看你的東西 冷不下去 這個海超涼 我們下來了 就下來了這個海邊 聽到一些浪聲嗎 這裏又是一個觀景台 觀景的位置